噢 爹 哇 爹 撿到寶了 爹 今天買一張模型 這個做工蠻好的 AK買回去收藏做DIY 開心 買到了 Yo,What up 各位小飛仙 所以,technically,MCO現在解封了 也就證明 我終於可以出來走街了 What's good 今天就是久違的撿到寶寶 現在整個MCO期間呢 我真的很想出來Bunder這邊 看現在可以找到什麼好東西 可以撿到什麼寶 其實我很擔心整個MCO期間 這個Bunder全部撿到寶寶了 最好全部還停止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進到新貨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有沒有新貨 Let's get it MCO期間 VIPE MCO期間 MCO期間 層樓 其實就是我主要來喔 我是想找一些喇叭庫啊 或者軍庫之類的 因为想要拍 Vibe 风给你们看嘛 那其实 Vibe 风还有很多工装裤 但是是喇叭型的 或者是军裤 所以其实 Banda 是蛮多军裤的 你看 其实它形状还是有点喇叭 如果你们看清楚的话 最想是因为现在 MCO 期间不能撕啊 通常这种军裤它的 Size 都超大的 所以要买回你尴尬好的 Size 或是小一号会更加安全一点 我超爱 Banda I love Banda Jub Doe Bo Bebe 就是跟你们看到的 在潮牌卖的军裤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更加原汁烟味 哇 这个蛮屌的 你看 每次来 Banda 我就是想找这些东西啊 它有一些特别那个年代的硬花 或者一些纹路 或者一些图腾 这是我的 Size 吗 哎呦 37 Fuck 啊 喂 这个不错哦 所以你看它时尚真的是走一圈的 刚才是拉拔的 它是可以拆的 你看 超帅的 哇 这是那个 Nike 的呗 哎 不是了 Sorry 看错了 突然选这种裤子 要选那种很多 Pink 阶的 然后很多颜色的 之前有一件你们很喜欢的那个 盖帮的裤子 我觉得这两个是很 Vintage 的颜色 紫色 还有这种 青橙蓝 这个和我上次的颜色蛮像的 我们要看完那一集应该是 剪盗宝第三集还是第二集忘记了 Damn 哇 我很喜欢他们这边有这样的设计 所以看到很有层次也很有未来感 其实这种是那种 好像是那种坐垫的工人 他们穿的裤子来的 那技术人员穿的裤子来的 结果也变了一个时尚 哦 超 Vintage 的这个 Vintage 的颜色 他们的帽子其实也是很美的 比方这个 我最喜欢的红白蓝 这样的图腾哦 就很 Vintage 只是这个有点太小我戴不到 来 Bander 的那种开心哦 就是在于找这种 Jug Topo 的 Feel 找那种以前的东西 有那种感觉 来这种 最近这种这样的 好像叫 Crew Cab 是吗 开始回来了 我来这种 Bander 我最喜欢找这种 海军 水军 或者划船 Malathon 超帅的这个 哇 看名城探柯南的时候 最喜欢这个的 被种草的牌子 我很想要这个帽子 你知我戴得到吗 好像 OK 哦 OK 哦 Mai Let's get it Oh yeah I found it 这个牌子 呃 不用怎样读哦 Rangle Rangle 他们牌子的牛仔裤哦 全部很美的 我每次来哦 我都很想要买一条这样的 很有那种明珠风啊 很不穿脱才会穿的东西 然后配一条 Goros 这样 可是它每次都很大Size 34啊 35 36啊 所以哦 Plus Size 的人啊 可以来这边找裤子 这边是超多裤子 因为这边是普通Size 罢了 大Size 全部在最前面的 蛮多不错的选择 其实 Leibander 最值得买的东西啊 就是牛仔裤啊 工装裤啊 或者是连身的 Denim啊 就很好看哦 有那种古渣比 你觉得我应该买这个34回去嘛 不然怎样弄紧它哦 那我看呢 唉 每次 Leibander 就是跟自己心里纠结啊 你想不要买这么多哦 不要硬硬买 勉强没有幸福 结果我又勉强的买了下去 以为会有幸福这样子 哈哈哈哈 Fuck 还有很美的 有时你还会看到EVSU 当年很流行的EVSU 大大个图在后面 最近EVSU也回来了哦 他们请黄一波代言 所以它整个EVSU回来掉 可能现在比较年轻的 小肥仙们或观众们 你们应该不懂什么是EVSU 这边给图你们看EVSU 今天找不到EVSU的竟然 平时有的咧 这一区 Big Size 超帅的 旁边有很多很特别很特别的裤子 每次来这一区我都很想乱买 因为已经太多东西 我感觉了 可是我买不到 因为全部是Big Size的 因为我今天其实想要找这种 奇奇怪怪的颜色 紫色 黄色 青色的裤子 这边是最多的 你看连粉红色都有 所以啊 如果你们申请比较大的 可以来这边看看 如果你们平时只能找不到裤子的话 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那大家想要做那种 Vibe 风的穿搭哦 这一区是我最爱来的 因为他们就有超多这种 有年级的一些棒球外套 所以我超喜欢的 你看 哦 啊 这是女生的 有更帅的等等啊 哦 之前给你们看到我穿的那件很像 但是当然是我那件比较帅啊 我那个是皮的手袖 这已经超帅了 就那种年代感哦 带入感就好了 而且我喜欢他们这种 这个这样的设计 Oh Fuck 帅啊 哦 极有feel 啊 这个是真的有点热啦 虽然讲潮冷是没有温度的 但是 我们是有脑的不 哦 这个美 很稀有的颜色 Vibe 风 今天不能示范给你们看 因为现在Covid嘛 所以不能试 哦 这件美 这件帅 哇 很Gucci feel 而且它的cutting比较不一样 它的这个pattern也不一样 整体的轮廓 还有视觉感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蛮帅的 穿这件哦 走在街上你就是最亮的仔吧 哇 橄榄球 橄榄球外套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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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其实它有时候有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 会藏在里面的 你们要去找一找 它不一定是全部是很厚的啦 也有比较薄款的 比方好像 啊 这件是比较薄的哦 所以你看薄的是不热啊 可是穿起来就没有那个感觉啊 像是我特别喜欢买啊 这一种 整体很立体感 然后你穿的轮廓比较大致 就是那种穿衣鲜瘦 脱衣有肉的感觉 真的好看呢 不可以了 我买一只应该给Vivian 吊得上天马板的 哎 我买一只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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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衣衫是一个始终 我不太会去穿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特别爱这种花衣衫 这种夏威夷的花衣衫 但是今年新年新常态嘛 今年可能我就尝试多一点 真有复古味的 Montage Collection 我还是比较想一些哦 它规律的来又有一些 不规律 很乱的来又有一些空间感 很整齐这样子 我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所以众多艺术家里面哦 我特爱就是Gene Michelle Basquiat 因为它的art就是我的type 哇 如果给我在Bunder那边 找到一件它的衬衫哦 我一定买 哎 目前为止我知道有卖它衬衫 是那个Waco Maria 超贵的 那800多块一件的after discount 没有discount好像1000多块 哎 这两件蛮美哦 哦 可以来配工装裤 哇 哎 蛮美的这个 Blob Malay 是吗 等下回来看 哇 哇 哇 哈哈 哎 350 半马 哇 Fuck 天啊 哈哈哈 哇 我最想要我那双的 哎呦喂 158块 值得买吗 哇 这张只看到实体真的太美了 这个做工蛮好的我觉得 可以买回去收藏做DIY Should I buy it DAM OK啦 OK啦 拜托看嘛 也许做模型也不错嘛 哈哈哈 哇 刚好是我的size 试下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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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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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今天我们还当模型哦 自己DIY也不错这个 好 耶 这个是我今天的战利品 今天主要的目的要找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像我身上这样的 Vintage 风的衣服 然后还要买一个 Vite 风的裤子 所以我们就先来介绍 Vite 风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超难得找到这个 Hale Davinson 的旧T恤 像Bunder 如果你可以找到这种 旧旧的T恤 它一般人家穿的比较贵 如果有牌子的话 像Hale Davinson 这些 或者这些Consert Tea 或者这些Band Tea 其实它们都会卖的比较贵 所以你要慎选 但当然我相信在这些东西混杂里面 都会有正版的加班 就大家自己小心买啦 太贵就不要买咯 便宜便宜买一个感觉 我是ok的 所以这三件的设计 都非常有那种80年代的感觉 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件 就是它 同样这种有性感美女的printing 很容易让你带回去那种 80年代 Playboy 时期的那个 那个 era 所以我觉得这件超好看的 其实我会喜欢Haleigh Davinson 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记得我在Pinterest看这个 Blackpink Lisa的 OOTD的时候 看到它穿一个 Haleigh Davinson 改版了的 短版 Sweater 我就哇 我其实一直都在找这一件 But anyway Blackpink 整天都是我的设计的灵感 我的Muse 我现在就是我今天的 最主要的一个战利品 就是这个军库 我觉得它不是刻意要做boot card 只是因为加了这个袋子 它就搞索紧了 有点点的感觉 我是打算重启 18进实验室的这个计划的人 然后把它弄载它 变成一个喇叭裤 我下面可能加个拉链 或是扭扣之类的 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看到成品觉得ok 帅的话 我们来开卖我自己的成品 就像我讲到18进实验室也好 MM Studio也好 我一直都延续着 再循环Remake Reuse Recycle 这个概念去做 那我希望在MM Studio 里面 我们 出的产品当中 又有一些是 再循环的 这样我觉得可以 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衬衫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穿衬衫的人 但是我看到 这两件衬衫蛮帅的 尤其是这一件 它很有那种 油画的感觉 而且它的布料超好 这布料是那种 秀啊 换在身上它是很舒服的 那种冰湿的感觉 这一件在下面配一个西装裤 或者是米色的短裤 我就觉得会超好看的 很斯文的 而且它的领口不会太大 我喜欢 穿了整个又不会太过排骨 那么至于这一件呢 我是不懂为什么我会选它啦 或许我是看中了这个名牌 这个NIMTEK 就很有那种 头纹子弟 戴油帐上班的那种工装衣 的感觉 最近其实是Vintage风又回来了 那种Crew Cap 花夹帽啊 或者是那种Fitted Cap 全部都回来了 所以是非常适合 做这种这样的打扮 还有 这个Crew Cap 的Powl T 我很喜欢这种 是一种自带不古的感觉 而且不会过时 这个来配个 浅蓝色的那种宽裤 就超好看的 刚刚我有一件来自Braska的 我觉得很适合 配个花夹帽我觉得超帅的 今天买的其实比较日系的 另外两个 我的战利品 是我头上这顶帽子 之前买过 一个它是 那种Crew Cap 白蓝色的 同样是这个Logo 所以算是一种收藏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名侦探可南的帽子 那个超帅的 而且它又有很多这种大patching 我喜欢 其实这个礼拜呢 我就上了一集 大家敲碗很久的 Air Jordan的穿搭 我做了一双鞋的7种穿搭 可是我选错时间上影片 我选在weekday上 感觉上好像很多人 都没有发现我上影片 所以我很伤心啊 大家看完了这个影片 赶快去我的主页 找我上一个这样穿救救了的影片 是Air Jordan穿搭 好不好 那么 癌子 也可以穿高帮鞋 所以Let's get it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次 看个怕吃 看点赞上微信 也要记得到我的PageFollow 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然后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 Wonder 或者Tripshop 或者二手店 Vintage店 留言告诉我 或者可以私信告诉我 我要去Jupple